先请大家听一段录音 可不是呗 哪管有一个你领寄走了也行啊 孩子现在还小 两孩子还哭的 他一点不行了 两孩子还哭的 我摘我心眼 没啥我说真难的 可不是多难吧 走没地方走 哎呀 走我到有地方走 我就是其实这俩孩子咋呢 你老心疼这俩孩子呀 老你 你这辈子也就是 没说吗 也就这样了 还这辈子也改不了 咱那两个钱 你说没得还击 就都输光了 给孩子钱他都不留 不留 要我说孩子跟他没好 跟他没好 不可能好 你妈你姐也同意你离呗 到我家那天 没有一个人不说我离的 就我哥说 你要离了孩子咋办 我早到水中的哥来了 你说我走吗 最后一趟呢 走吧 走吧真的 你不治一治他 反正那孩子有他奶管 人家也是亲生的 也不能给孩子什么 受气啥的 这你就放心 嗯 我不走 他还那啥 他刚刚 走头两回 你都觉得 说我走了也得回来 对呀 让我上车走了 上车走吧 我支持你 我的心 我长男都行 我不想把俩孩子 后半生毁了 等你咱爸妈挣钱 你愣他一年 挣了钱给孩子接走也行 房子也不是你的 啥也不是你的 车也不是你的 都没写你名 你这哪个是你的吧 除了这俩孩子 你这过你就狠下心了吧 嗯 对老心软了 你这一心软 把你自己 自己这辈子坑了 这就那样的家庭 他爸是啥都不管 孩子都不心疼 你就跟他过到老 孩子跟起来 这样环境长大了 也不一定对孩子好 好长爱好 你就是他自己 哎呀 这个妹子呀 我俩认识三四年了 但是从来没见过面 我俩就之前坐在小码门上 就是以前互相有联系 他有啥委屈可愿意跟我说了 他呢是 头一婚离婚了吧 先头那个丈夫也是 不顾家也喝大酒 完了就跟他就离了 扔了一个男孩 胖见男方了 孩子好像十八九了吧 但是他也管也给拿钱 嗯 他嫁到这个呢 找这个对象呢 是二婚 这个小 这个呢 拿的是二婚 是个小伙 没结过婚 他当人家呢 给生了两个孩子 生了两个小女孩 大的应该是上 大半幼儿园了 小的好像刚上幼儿园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他刚 那是给孩子吃奶呢 给小子这个 吃奶呢 哎呀 他找这个真就是啊 空有一副皮囊 长得挺帅的 我视频看着过 就是个吃喝嫖赌 啥也不管呢 这个家怎么维持呢 就他不是跟我俩 做点小马们吗 就是靠这点小马们 养家糊口 全都是他的事 他老爷不给外面 赌钱 根本就不招家 不知道欠多少万了 咱都是 咱都不知道了 去年那挺好的 嗯 他给他老公 他领的老公出去干活 会开刁车 两口都会开刁车 领外面干活 完了 好像也没少挣钱 把机关还一还 还了也没还完 该一年也没还完 好像还剩两万块钱机关 家里攒了五万块钱 挣两万没还 完了 我这个女朋友就说 说你把那两万块钱还 还了对吧 剩那三万 还得有啥花的 这家里过日子用 是不是挺好 完了 他老公就没还 结果呢 这个钱呢 是他前天的时候 先给孩子交幼儿园费呗 上那里求钱的 一看里面就剩六十多块钱了 五万块钱 全是他老公给输了 回来一万 他老公 下面喝的 理直气壮的 嗯呢 输了 输光了 这就非常不在乎 哎呀给他气一点 伤透心 这么多年都是讲究他 没有办法 生两个孩子了 舍不得扔下孩子 就一直这么样过日的 也是气得够呛够呛的了 哎呀我天哪 就是五星半夜不着家 不打电话 打电话都不接 偶尔接电话呢 有时候还是给女的接的 你说得气成啥样吧 他俩 这个男的也说 他说他俩就是 男的就是 早跟你过够了 早就想跟你离了 啥都管着我 什么什么地的 没有钱 就跟那个女的要 这女的 你说养家糊口 还有俩孩子 哪有那些钱给他呀 哎呀就打仗 哎呀气得说 他大姐你说 这回我真狠下心了 我怎么整 说实话 我给出这个主意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缺德 我说你走吧 我真是挺支持你离婚的 他说担心两个孩子 心疼这两个孩子 把两个孩子不坑了吗 我就说 你就这样环境下 长大的孩子 对他成长有好处吗 也没有多大好处 是吧 哎呀反正是 他你有啥事都跟我说 他哎呀太难太难了 咱那公交车 那个等车那块 一直跟他坐着 也不知道是回家呀 继续跟他这么过呀 还是往外走啊 他闺蜜给他找个活 在那个内蒙那边 也是开吊车 他不知道我是走好啊 还是再回来好 实际上这俩孩子 哎呀哭了一点 这这里我太心疼他了 哎呀他到现在 还欠我两千多块钱呢吧 反正总欠 有了就给我点 我从来没跟他要过 一次都没跟他要过 我知道他太难了 你就给咋整 大家伙 我就这么劝那样的离婚 是不是不好 我心都蒙全了 因为他的底细 我太知道了 太可怜了 太无奈了 太无助了 哎呀 怎么办吧 大家伙 也评论评论 也唠唠这个事 好看 好看 感谢观看